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时期可以说就标志着什么 列宁的布尔斯维克思想的成熟 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分析俄国革命 同时建立了他的资本主义理论 创建了资本主义理论 在这个时期同时在理论上 他对和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 和经济派展开了斗争 展开了斗争 那么在这一时期我们看一看 他这一时期写着著著作的这样一个特点 一个他写着农民生活中心的经济变动 这个很多人不太注意这个文章 这个文章他的我觉得是 就是作为一个 就是面对现实问题研究的一个论文 可以说他是可以作为一个范文 就是他通过 这篇文章是在1893年写的 当时列宁就通过 因为他为了批判这个民粹派 就散发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就对这个俄国的这个农民的生活 农民的这样一个生活当中的这样一个经济现象呢 做了一个分析 就是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进行了分析 从这个分析当中发现这个俄国的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 是怎么从一个农民的经济生活当中最后发展起来的 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对他后来研究这个形成这个 写这个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呢 可以说起了很大的很大的这个作用 这是这是一个啊 第二个呢就是认所谓市场问题 认所谓市场问题 这一个是对市场的研究 后来他在这个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里面呢 开垮两个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一个是市场问题 就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要素 一个是这个他们的国内市场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是分工问题 所以让他这个都和这个时期啊 这个他的这样一些材料的分析有关 还有一个是什么是人民自由 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是对这个民粹派的一个批判 就是米海洛夫斯基 对这个民粹派的这个主要代表人物 米海洛夫斯基的批判 还有一个呢就是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 及其在斯图卢威先生书中所受到的批判 斯图卢威呢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所以这个呢是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 这个一个批判的这样一个著作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也是他早年的这样一个著作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是我们讲的最后还有两个民著 一个是从何作手 一个是怎么办 这都是列宁的这个时期的这样一些民著啊 就是包含了他这个反映了他早期的这样一个思想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能反映这个列宁的这样一个 政治立场和他的理论发展的啊 主要是体现在他对这个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 和经济派的斗争当中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主要讲一下 这三个这三派他是怎么批判这三派的 以及这三派的这个最主要的观点 就是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到这个二十世纪初的这一段时间 就是在这个整个俄国啊 他是就是俄国的各种思想派别呢 都是在围绕着有关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道路的问题啊 呃展开的就是他们所有的各个思想的研究啊 都是围绕着这个俄国革命的性质 以及他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了 当时呢对这个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道路的问题呢 呃这个俄国思想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那么一个是民粹派的观点 这个民粹派的观点呢 他的核心呢 呃如果我们把这个派别作为一个划分呢 呃就是在这个现代化的这样一个道路上 从这个法国呃启蒙哲学呃 法国大革命开始 对待现代化的这样一个态度呢 从来都是有三派 从来都是有三派 一派呢是在当时在法国大革命当中 他叫保守保守主义 叫保守党保守主义 这个保守主义呢就是就是怀念这个呃就是反对现代化 反对现代化就是要求呢这个回到这个现代化以前 回到这个就是这个反对这样一个现代化 要求回到这个前中主义社会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这是呃保守主义的 第二个呢第二种态度呢是资本主义的态度 资本主义呢呃资产阶级呢它是也就是资产阶级它是赞成这个现代化的 但是呢他把现代化的最高形态呢看作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 所以现代化的呃和现代化的发展相联系的是资本主义 第三个第三个派别呢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呢一方面呢就说他是赞成呃赞成现代化的 而这一在这一个态度上呢他和资产阶级呃这个思想家是一致的 在这一个赞成现代化上是一致的 但是呢马克思主义认为了现代化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 不能仅仅停留在资本主义阶段 而是要批判资本主义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所以这样呢就在在这三派当中可以说 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化的批判是最坚决的 是最坚决的 那么这样一个派别 这样一个三派在俄国的这样一个发展当中 俄客的思想当中其实也有表现 这个表现呢他的第一派呢是民粹派 实际上也就是保守保守主义的这样一个思想 在俄国的一个反应 第二个呢是合法马克思主义 是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思想 在这个俄国对待现代化的态度 在这个俄国的这样一个一个代表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列宁呢 对在批判这个当中形成的 这个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思想 所以我们在这儿讲的实际上是列宁呢 在我们在讲他对民粹派 对合法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时候 实际上是讲的现代化 这个现代化当中的三派 在俄国的这样一个具体表现 在俄国的具体表现 其实这一个只要涉及到现代化 都会有三派 包括在中国也是这样的 当时在这个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到中国的时候 有新辱学 有自由主义 有马克思主义 所以你们看一看 当时的这个东西文化论战 以及关于社会主义论战 你们就可以看出来 凡是认到现代化问题 都有这三派 都有这三派 那么每一派呢 当然他在不同的这样一个国家 不同的时期 他会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 列宁对这个民粹派 和合法马克思主义斗争呢 就是讲的这三派 在俄国的这样一个表现 那么这个民粹派在俄国 它是一种什么表现呢 就是说他的这样一个观点啊 就认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 发展的道路 他认为了就是说 因为这个民粹派就认为 他说俄国是一个 是一个中法式的这样一个经济 就是农民春色 在这个农民春色里面呢 它是没有这个资本主义的萌芽 就是天然的没有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萌芽 也就是说没有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温床 所以在这个 如果要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呢 那么它只是什么 是一种人为的 是在温室里面培育出来的 就是它是一种人为的 而不是这个 所以这个俄国啊 它是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道路的 而且而直接进到这个社会主义 那么它认为呢 而在这个未来的革命当中 其主要作用呢 是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 是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 他们根据这样一个思想呢 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啊 它是不适合俄国的 是不适合俄国的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查处利奇 回忆一下这个马克思的这个晚年 对俄国公社的这样一个研究 是怎么 马克思为什么会关注这个问题啊 就是因为这个 包括这个劳聋解放社 我们前面讲的 他们都受到了这个民粹 他们都是从民粹派转过来的 都是从民粹派转过来的 那么他们原来也接受了这个民粹派的思想 后来转向了这个马克思主义 所以他 但是呢 在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时候 民粹派的这样一个思想啊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是需要解答的 是需要解答的 就是俄国革命 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能不能这个 就是说 就是马克思说的 跨过这个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能不能不要这样一个阶段 包括中国后来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啊 能不能跨越这样一个阶段 他可不可以 就是说在他天生的这个农民春色 具有共产主义萌芽的这样一个形式上 发展出这个 发展出这个 生长出共产主义来 后来呢 到了这个 我们说这个查处立旗啊 他一开始给这个马克思写信 马克思写信啊 马克思写信啊 就是探讨这个问题 呃 他就说 他当时写信他就说 如果要是说 你说可以 那么我们就 就就 我们就 我们就会跟着马克思主义 就说 那我们可能就说 这个这个问题啊 就是涉及到什么 俄国是不是能够 需不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后来那个 马克思就说 我不太了解情况 你把所有的俄国资料拿来 我看一看 后来他们就把这个资料拿过去给马克思看 所以马克思在 恩克思在这个 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序言里面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啊 最后一句 他说如果要是这个 俄国这个无产阶级革命 能够这个和西方革命 形成相互补充的话 那么他也可以在这个 原来的这个农民春色上 基础上呢 建设共产主义 建设共产主义 当时这个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 还是共产党宣言的这样一个 俄文版序言的 还是一个构想 但是马克思到了晚年 特别通过对1861年的 这样一个改革的 土地改革的这样一个研究当中呢 后来马克思到晚年 给祖国祭祀的心里面 就是批评这个 民粹派的这个思想 以及米海洛夫斯基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一个思想 他就说如果俄国 按照1861年的改革道路走下去 那么他就不可避免的 要走上资本主义 要走上资本主义 后来恩格斯在90年代的时候 说实际上他们得出的结论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的 就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条件下 没有就是不可能啊 避免资本主义在本国的 这样一个发展 所以这个后来是做了一个 否定的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通过联究走到一个否定的结论 那么这个民粹派的思想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啊 后来通过这个历史的分析来解答 所以这就是列宁 为什么当时要写 农民生活中的新的经济变动 他也通过这样实证的考察 来看这个 这个俄国资本主义的道路 到底是资本主义发展 到底从哪儿产生出来的 到底从哪儿产生出来的 但是民粹派的观点呢 就认为啊 他认为这个俄国是没有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萌芽的 所以呢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俄国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批判 既然你连资本主义都没有 那你这个 那你对资本主义批判 跟俄国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这样他就反对啊 这个 这样一个观点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 这样一个观点 这个合法马克思主义啊 它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思想派别 因为他们批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 他们也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 并且常常在合法的 也就是撒谎政府准许的报刊上发表文章 所以就得名为合法马克思主义 也就是他们一方面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 但是他们又在这个撒谎允许的报刊上 就是以合法的形式发表文章 就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 这个合法马克思主义呢 他们也是反对民粹派的 也是反对民粹派的 但是呢他们在对民粹派的批判当中呢 一方面是要这个对民粹派进行批判 强调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 在一个避难性和现实性 这个观点他们是承认的 但是呢他们又要使功能想 泥土使功能运动啊 服从和适合资本主义的发展 就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呢 是一个就是说是和现代化的发展呢 是相适应的 所以他们对资本主义啊 采取了一种非批判的态度 呃他们的思想呢 主要是强调啊 呃要发展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 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 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就是说他们呢 就认为啊他说 他一个最重要的口号啊 就是说要承认我们不文明 去向资本主义学习 就是说这个你这个封建的东西啊 它有很多不文明的东西 那么你就应该 现在的论务不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而是向资本主义去学习 也就是说我们去学习文明 呃这样呢实际上是反对啊 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领导权 俄国革命中的领导权 俄国革命中的领导权 他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呢 就是彼得斯图鲁维 呃这是他的这样一个一个思想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两派当中呢 还有一个是经济派 经济派呢是从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里面分离出来的 这个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是列宁就是说是列宁组织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 也就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之前 这个俄国啊它有很多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小组 呃这个这个功能阶级斗争协会呢 解放斗争协会呢是列宁这个领导的 在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 他主要是在彼得堡 这个布哈林领导的主要是在莫斯科 而这个普利安诺夫他们在国外 就是劳动解放社 他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团体 呃那么经济派呢可以说是直接 从这个列宁这个领导的这个功能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当中分析分立出来的 当时的这个就是在1895年12月份的时候 列宁和他的这个占有被谱 那么被谱以后呢 这个彼得堡的斗争协会的 这样一个领导成分呢就改变了 就是新的领导人物出现了 他们就称自己是青年人 然后就把这个列宁呢 呃他们呢就称为老头子 所以呢就认为他们的观点呢 就说这个他们就是列宁他们的观点已经过时了 那么在现在的情况下 他们强调啊功能应该只进行经济斗争 而政治斗争呢应该让资产 呃自由资产阶级去搞 也就是说强调 于土以经济斗争呢取代政治斗争 那么这样一个思想呢 列宁认为啊这个经济派呢是经济派的观点呢完全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也就是说他否认了功能阶级啊需要有独立的政党 需要有独立的政党 呃这样呢就把功能阶级呢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富庸 呃当时这三个派别呢可以说对俄国的这样一个 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样一个思想啊 妨碍非常的大危害很大 所以列宁呢对这三个派别呢进行了批判 进行了批判呃为了批判他们的观点 列宁用马克思观点分析了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的特殊性 闪命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现实性及其未来的前景 指出了俄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 以及无产阶级在俄国现代化进程当中的能动作用 能动作用这是他的这一个时期啊 所以这一个时期他的这个资本主义理论啊 就他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理论 比方说在这个我们拒绝什么遗产里面 他就这个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里面 他特别强调就是特别在这个我们拒绝什么遗产里面 提出了这个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样一个论务 就是俄国革命的前景 他的一个分析后来这个瞿秋白也用了啊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毛泽东倒是没有没有用 但是呢瞿秋白用了 毛泽东通过他呢知道这个列宁的这个思想 就最早提出来这个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 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样一个双重任务的就是列宁 当时列宁分析了以后 他说这个俄国的前景是什么样的呢 他说有两种 一种呢就是这个就是说他的现代化道路的前景呢 一个是这个资本资产阶级和这个融合地主相勾结 相勾结走一条缓慢的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改革的这样一个道路 他说这是一种方式 他第二种道路呢就是无产阶级就是说 这个打碎这个打断他们的这个融合地主 就是不让这个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和这个融合地主勾结 进行一场彻底的这样一个民族主义革命 就是说帮助资产阶级来完成这样一个资本主义革 资产阶级的革命 然后从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当中进一步进到这个无产阶级革命 所以这个无产阶级呢在要打到就是在这个革命当中啊要有这个双重的任务 他提出这个任务呢他主要的是他主要的根据是什么呢 他说因为这个如果说这个资产阶级和融合地主的勾结走一条缓慢的改革道路 在全球化的这个环境当中啊他不可能他不可能 就说这个这个外面的压力啊太大了他不允许你这样子 发展出真正的这样一个资本主义来 所以你俄国就无法完成自己的资本主义革命的道路 那么你只有如果要加速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 加速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的这个进到这个社会主义的话 那么他的一个呃就是说对面对这个抵抗这个西方的这样一个一个 这个嗯呃全球化的这样一个思潮的话 呃使俄国能够在这个整个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啊 成立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民族的话 那么你只有啊呃走第二条道路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啊 通过他承担双重能力来完成这个呃帮助俄国完成 迅速地完成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一个革命 所以这就是他的在这个我们拒绝以什么样的遗产里面呢 讲了就对俄国啊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样一个散发 那么正是因为对这个呃俄国的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这样一个基本观点 所以他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 在这个俄国现代化进程当中的能动作用 能动作用就是他所以他提出来就是说革命的这样一个就是说理论 就是说革命的行动需要革命的理论 而革命里面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创造的 强调了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革命当中的这样一个能动作用 这是他这一起啊都构成了他的和他的晚年的这个帝国主义理论 一起构成了他的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理论 资本主义理论 所以这个时期啊他的这样一个对俄国资本主义的研究的 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成果 重要的成果就是这个阶段 那么在第三个阶段就是1903年到1908年 1903年到1908年 这个时期呢他主要的是批判了取消派和召回派 来研究了这个感觉的认识 因为我们说了这个列宁啊他是一个革命家 他是一个革命家 所以他的对这个哲学的研究呢 是和他的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需要 他是连在一起的 这一点在他的在1903年到1908年的这样一个认识研究当中啊 表现的非常的明显 非常非常明显 就是说当时呢就是说这个他批判这个取消派 批判取消派 这个驳回这个召回派 那么他主要的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面对什么呢 就是这个召回派的这个代表人物啊 是波格丹诺夫 波格丹诺夫 当时这个就是面临着这个1905年的这样一个 俄国革命失败了以后 就进入了这个斯托雷平的这样一个反动时期 可以说革命呢转入了低潮 那么在这个时候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政 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在这种环境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什么样的策略 这个党内就发生了分期 党内发生了分期 那么一派呢就是认为了 就是说应该这个社会民主党内啊 一派呢就是从右的方面啊 就要求取消啊取消派 就是由穆斯维克所组成的 就是要取消这个无产阶级革命 取消无产阶级政党 那么另外一个召回派呢就是从左的方面 从左的方面 就说呢要这个 就要求啊这个从这个所有的 就是把这个 就是把这个原来就是说 无产阶级政党里面就是说无产阶级就是 当然当时布尔 合法的机会 利用各种合法的组织 来组织群众 巩固自己和群众的联系 也就是说要把这个地下斗争和 这个地上的这样一个 合法的斗争啊把它巧妙的结合起来 极具功能的力量 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是列宁的这样一个策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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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